台北县卫生局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 今年连续两次抽检十几家知名大卖厂 还有素食店的空气 没有想到抽检的店家当中 有九成空气品质都不合格 而且有的居然还含有致癌的高浓度假权 大卖厂里满满的都是人 不过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 大家呼吸的空气居然也会发生问题 台北县环保局在今年就针对几家知名的大卖厂 及素食店做空气品质的抽检 没想到有九成的商家 都不符合环保署公告的建议值 最严重的是空气里居然还验出浓度过高的甲醛 木头的装潢或是像在大卖场的话 像木栈板或是一些空气中的会发现 有几乎也会去影响到甲醛是否存在 低含量的甲醛就会去伤害到 像呼吸啊 眼耳鼻口的呼吸系统 也会有致癌性 这次检验的项目 包含了一般常见的细菌素及二氧化碳的浓度 这些对人体的健康都会产生影响 而甲醛的部分更有致癌的可能 而这一次抽检的素食餐厅里 十家之中不合格的就有九家 其中以摩斯汉堡的问题最严重 而大卖场的部分 好事多不合格的项目也偏多 虽然空气品质管理法尚未通过 不过环保局已经要求店家改善空调 为了消费者的健康和权益 有关单位和民众都得严格把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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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